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今天回到電影有讀 今天講飲講食 剛才張偉雄提及我們介紹了即將公映的乾杯 這個很棒的清酒紀錄片 亦有一點介紹 之前有一部我們要翻兜 我想電影公司應該可以拿回這部築地 因為我想很多朋友那時都沒有看 但很多人都翻港 現在都不斷講這部築地這部紀錄片 相當之好的在大人目睹 就是真的不同的 這個主子就交給你 你不能喝清酒 但你吃魚生你都不吃的 最近我們都要介紹一些 因為日本片的飲食 無論是紀錄片 是跳出來的 但他的電影都相當不俗 有幾部我只是翻兜一下 略略介紹給大家知道 然後我們就講給張偉雄 你說的講飲講食的主題 因為如果你說飲食電影 你又不得不提這一部 是吧 深夜食堂 由漫畫到電影都這麼經典 我們在等他第三站 不會等他大陸版的 我們第三站可能講講他中國版 深夜食堂 我想看過都會立即舉起手指弓 非常正 正是怎樣呢 一會兒我都教張偉雄你做分析 但除了這部深夜食堂之外 我始終都說要找這部來跟大家講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叫做小花的味珍湯 我們那個都是我們那個叫工作人員 媽媽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小花的味珍湯呢 看來他都好像很忙 他都回答不了我們 這個就是相當之好看的一部電影 我想都是看過的那些朋友都是 嘩這個已這支斑 他不單止一部好電影 還有他現在變成了 是日本的一種叫潮流的文化 總結裡面講的簡簡單單 你都會看到 日本最近 他除了麻煩家族 或者一貫的電影 你都會發覺他保持水準之外 這些都特為而出的 飲食的講飲講食的紀錄片 以及這些戲劇 都是非常之好 不聲不聲 現在變成了經典 你會發覺很平淡的戲劇 但為何會這麼經典呢 亦都是日本所謂的影文化 其中一個不覺不覺 是一個不大不小的一個重要部份 你都認為是這樣的 何解呢 他突然之間飲食那樣東西那麼得 真是很棒 尤其是紀錄片我們就是覺得最難的 其實這樣講啦 因為我們聽日本人吃完東西 都要立即表達很幸福的東西 這是一種追尋幸福 就算是薩瓦間也好 甚麼時候也好 變成日本人的嚮往 是 原來擺一張照電影 變成電視劇 我覺得都一樣 是他們的一個身份來的 還有一個離譜 他那個原本是我們的漢字 漢語 但是現在你會發覺 我們很多時候 吃到一些好東西 都變成用日文來講的 我吃 好吃 就是這樣 乾杯又喝 原本又看著他 乾杯 他就變成了 我們現在 漢奸 都是說大家喝杯 乾杯也不夠過癮 你叫乾杯 覺得很有趣 實際上真的是 尤其是在電影來說 你可否說給聽眾朋友 因為你最近都研究很多紀錄片 何解、觸地 或者是乾杯 都會變成了一個供給人 看完之後 要特別推薦給大家看的 這些新的電影 你真的要用大銀幕 買票來看的這些紀錄片 何解會這麼得呢 是呀 捉地 喂 我們有一次去日本 有海 我們去捉地吃東西 有啦 我們是吃雞捕魚 最表面的一個旅遊文化 但是你去到那裡 雖然我們那次之後都去 看的紀錄片很少 是 但是當你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發覺 整個捉地是 一個叫做日本人 特體 創造出來 嗯 而是一個有機性的一個 一個細胞 如果你用一個高陷鏡頭 去看整個 日本島的時候 捉地那一點呢 是 哇 充滿活力啦 充滿歷史啦 嗯哼 那 這部電影就是這樣拍給你看 是 有漁返啦 每個漁返 很專注 去 為了這件事 嗯 還有他們每個入行呢 由年輕人做起呀 然後又慢慢學會了 其實是變成了細胞的一部份 是 接著呢 整個細胞 怎樣運行 怎樣繼續 生存下去呀 嗯 製兵有製兵的呢 寫東西又寫東西的啦 那麼大家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令到那件事呢 是 是想著永續下去的 那麼說一些 小小的豆芝士 給大家 呃 有一個印象啦 因為捉地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就變成了一個東京都 那個 就是 主要的 地牌 這樣就在江湖時期呢 那麼這個 叫魚市場呢 都已經出來了 它的位置呢 就在新橋的這裏 捉地市場 哇 這裏就是海岸來的了 那麼它呢 就來到這裏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整個東京呢 就是有時你會看到一些名字 叫 譬如去池袋 跟著呢 就叫木伯 木赫 這些名字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木伯呢 那個意思呢 就是呢 當你這些魚呢 就在捉地那裏 上了岸 分類之後那時候呢 有時它運去日本的各地 不同的地方那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由這裏 去到木伯的那個地方呢 就是什麼意思呢 那條魚呢 那隻眼呢 就開始是木伯的了 如果你看到它的木伯 都還是在它那個近一點的那個地方來的 木黑木伯呢 就是 都是 有這樣的意思呢 來表達出來的 那麼去到池袋呢 就跟著就出去的了 這樣 那麼很多這些細節的東西呢 你會看到整個東京那些區域的那個名字的來源 全個文化呢 都是這些小知識在那裏的東西 是的 還有你說這個地方性呢 大家也知道 其實我自己覺得呢 是 這套紀錄片呢 根本想拍來 去帶一點點紀念成份的 是 打算捉地搬的 嗯嗯 是 那麼 現在他們有一個問題啦 新那邊 是 未搞定 結果呢 就 市長決定 是 嗯 保留在這裏的時候呢 嗯 更加看到整件事就是說 哇 祝你是很重要的 是 你不能夠輕易去一個 沒有 或者很多東西不配合 給一個新的地方 來去 承繼他這個地區的那個任命 是 那些魚上陸 好像哥斯拉上陸 都是那個地方 很重要的 這樣就 關鍵呢 在那個紀錄片都表達到出來 所以那個導演做了一件好事 除了是 打算紀念 其實不單止紀念 是 是說了所有 甚至不要觸地整個文化 是 來龍去脈 那麼他又有一個 嗯 他又有一個 尋為觸地 是 那麼你會看到 整件事呢 由地道之餘呢 原來有些所謂國際性呢 其實是 是 自己做得好呢 嗯 鬼佬就會 很欣賞這些 不是他們的文化 但是他們很欣賞 尤其是美國人 因為呢 美國人呢 他對於日本 尤其是東京那裏呢 他們都有很多 認識 還有呢 因為他呢 那裏面呢 他也有 即是說說高倉健 他們的警察 去追案的時候呢 即是在竹地市場 其中一個重要的 一個氣劇的景點來的 這樣就 何解呢 因為他就是 基本上 你會看到他那個故事呢 裏面呢 都碰到整個 叫東京的區域文化 那所以呢 張偉雄呢 那麼你呢 都要說到 喂 其實現在他的紀錄片呢 就真是 這兩部呢 就變成了 近期呢 我們認識日本 以及認識紀錄片 可以拉得很寬 不單止紀錄 因為他那個 你都覺得意義重大 因為我相信 因為竹地的那個紀錄片 出來之後呢 其實令到 即是外國人 或者他們 就算日本本土人 都想起竹地的 那個價值 非常之大 而和清酒商影的成趣就是 我們清酒裏面呢 就跟回一個老闆 去回福島 一塊 叫做無人之地了 是 以前是酒廠 這裡是酒廠 這裡什麼東西 看到一些酒瓶在這裡 是 但是已經 沒有東西的了 這件事的對比呢 是 命運上的對比 是 同時你看到 所謂地的東西 是 就是兩部戲都 都說我們食物 是 酒 我們飲食的文化 是 跟地的關係 是 這些呢 就是紀錄片 發揮了很大作用 是戲劇 就是表達不了 但是呢 近期呢 我們都選了那兩部呢 你都覺得 嘩這兩部都一定要介紹的 何解呢 真是很棒的 是 一部呢 深夜食堂 你想說深夜食堂先 還是 小花的味噌湯先 是啊 我又覺得兩樣東西 都是有分別 但是都是同一樣東西 是 是 小花的味噌湯呢 就說 食物的味道的記憶 是 而 其實 其實 你可以以為一男一女啦 即是那個主 男人世界和女人的那個世界的飲食 有一男一女的那種分別 另外就是 因為深夜食堂這個老闆 是 是 對他的顧客 是 是 有些叫做什麼 守候 有感覺 煮一些好東西給他吃 是 簡單也好 甚至乎那個 第1集 是 流浪失所的女生 是 那個在東北下來的一個 變成了接班人來的 是 是 即是你說 自此 這個是有創造性的嘛 這個記憶是一個 味道的創造 我覺得一個是一個記憶一個是一個創造 但是兩種呢 對於味道的那個那個影像描述呢 其實是需要時間是需要 劇情需要很多東西 是 而且呢 他在第1集 大家都記得 第1集 他也做了一個 是碰到福島的那個事件的 裡面就叫做 那個叫做焗豬泊飯 那個呢 就是跟那個福島 就是 展開了一段情 直著呢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深夜的食堂 來講他們對福島的那個東西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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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念 一種 就是關懷 一種掛念 相當之其實是好看的 一種 第1集和第2集都很棒的 那麼小珍的味噌湯啊 我覺得他還有一個很棒的 這個就是真正的那個小花來的 他是說 日本人都告訴大家 我們講喝講食呢 但是喝和吃呢 無論是清酒 或者是那些叫做美食 湯 或者是魚山 那麼你也是會注重在裡面呢 他那種叫做營養 那麼那種營養呢 就是一種叫做可能的 他有一種叫做是令到一個人健康成長的一個關鍵來的 那麼 那麼這件事我覺得呢 就是如果講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這個我們應該是中國人說的嘛 民意食為天 那麼厲害的嘛 何解 這個我們差不多臨完之前呢 我們都是看你剛才呢 就是極讚的深夜食堂呢 我想第三集來的時候 我們就開一套深夜食堂的專輯啦 不過呢 就要再給大家看 是的 因為這個呢 我們的民意食為 我們的中國的 以食為 就是覺得大家 哇 推順的一個大國 那麼他都說 喂 我們講食是更加好啦 因為我們一個美食大國 什麼都吃 那麼也都看到深夜食堂呢 你剛剛也知道好啊 小林芬在這裡 是啊 黃瑋在這裡 是啊 是啊 都這麼重要的時候 哦 直流他很認真啊 你不要說我們是盜版國家 我們有買版權回來的啊 就把這個就買了一個版權 就拍了一部電視片來的啊 那麼就拍了一個叫華語版的一個深夜食堂 那麼大家有目共睹啊 這個呢 當他出來的時候 第一 你幹嘛穿成這樣呢 這個就真的很日本味喔 你不用穿成這樣啊 你不用穿成這樣啊 但是他就不好意思 他就特地穿成這樣啊 那些劇集全部都是很日本的感覺啊 就是這樣啊 但是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呢 那麼大家不用說那麼多 有目共睹的 下一節回來的時候呢 我講了講喝講食呢 剛才也賴到了 日本呢 最近這些呢 變成了他們呢 一個很大的類型片 是真的好 非常之好 大家看過之後呢 真的有味道 那麼這些劇集呢 一會兒都交給張去香港 其實呢 全世界呢 講美食的電影 講喝講食的電影 都非常之多 我們呢 你說中港台呢 其實都不少的 但是尤其是 是啊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講這個 講喝講食